1997年出生的牛瑞是南京市江陵区东山街道的一名社区网格员 近些天,他和同事共同职守,辖区内一分空小区 工作之余,牛瑞还当起了临时宠物养员 为集中隔离的民众提供志愿服务 3月10日,南京市江陵区五一水岸家园 南区出现确诊病例后被封控 确诊病例所在流动200多位居民被安全转移到集中隔离点 可是家中的宠物无法携带 对此,社区网格员牛瑞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化身封控小区的宠物管家 牛瑞告诉记者,每天早晨他会准时来到小区 为业主喂养宠物 为了让宠物主人放心 他每次上门还会拍摄一些视频发给他们 因为他们去隔离了,心里面也很紧张,也很焦虑 我们也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去配合防疫工作 然后安心隔离,让他家里面没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然后我们能解决的就把它解决掉了 每次进去喂养之前会打个视频 或者打个电话跟他沟通一下 刘瑞表示,喂养宠物都是现学的 虽然有点害怕,但自己学会了客服 同样也会尽心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我本身对宠物这份还是比较畏惧的 会害怕,但是因为工作来接触到这些 觉得真的是为不足够这些小事 我们把工作做好了,为了让居民更放心 希望通过这种志愿的服务 把这种爱的能量尽可能的去传递 让大家都能感觉到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有这种温暖的力量存在 我们是解封不解防 在门口对大家的健康码行程码 藏锁码,我们都是有一个严格的查验 然后更好的去服务大家 在战役期间,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临时喂养宠物 不仅是爱心,更是让他们少一份担心 多一份安心